近些年国内的综艺节目是越来越多了 最近出现了广电征求了未成年节目管理的规定 之前广电一直对综艺节目泛滥进行了整改 而这次广电又对亲子节目进行整顿 很多网友都开始担心 爸爸去哪了6 想想办法爸爸还能够开播吗 这次广电斗手了儿童综艺 爸爸去哪了6 这类的未成年节目都要面临停播的节奏了 不过这个法案还在征求意见中 还未正式的成为法规 因此还没有具有法律效应 而爸爸去哪了6 和想想办法爸爸的开播时间 或许还要等这个方案是否能够通过吧